陳時中部長 其實我記得他剛發佈他當衛福部長的時候 因為他是牙醫 那你知道醫界 有些那個門戶之見很深 這些醫學體系的人 很多人就覺得說 這個牙醫可以嗎 那我這裡面我必須講一個 是真的 李明亮前署長 因為李明亮前署長跟陳時中非常熟悉 當時有一次有機會 我碰到李明亮前署長 如果他說 這陳時中這個新的 即將發佈的這個部長 人到底什麼 他就李明亮前署長是大力稱讚他說 這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人才 果然他真的很優秀 那當然防疫 就臺灣其實 醫學或是公衛這個領域 因為我們從日治時期一直到現在 大概經過超過100年的培養 就臺灣幾乎頭腦最好的人 大概都在這個領域裡面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人才本來就很多 可是相對的 你要去領導這麼優秀的一群人 那個人的領導特質很重要 在我看到陳時中領導特質是什麼 第一個他的抗壓性非常大 非常強大 你看這個壓力有多大 保平信號當時來的時候 陳時中我可以想像他的壓力有多大 因為1000多個人在船上 你看日本的鑽石公主要搞成這樣子 好當保平信號這個事情告一段落之後 陳時中我記得他當時有一點點高興 情緒有一點小小急 他說我們打贏這一仗了 接下來他準備的下一仗 就是4月5號的清明節 大概有好幾萬的台商要回來 那怎麼辦 這個我想他應該都已經在規劃 就他的抗壓性 第二個 我覺得陳時中當他在疫情一開始的時候 他跟陳建仁副總統兩個人扮演的角色 我認為很重要四個字叫安定人心 你看到他們兩個站出來 你就覺得有這兩個專家應該沒問題 就大家會對於政府是有信心的 當然你後面配合的一些做法 台灣這次防疫為什麼能成功 是因為我們料敵先機 武漢是1月23號封城 可是台灣在12月31號 陳其邁副院長就已經在行政院 召開第一次防疫會議 然後1月1號跟2號兩天連續假日的時候 陳時中林佳龍徐國勇 都跑到機場港口海關各自去看 要求他去盯他們說 這個防疫 因為當時已經規定 從武漢直飛回來的班機 要做健康申報 所以台灣的動作 大概是亞洲國家裡面最快的一個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就如同剛剛這個張建委講的說 我們可以決戰於境外 就是把這些可能的病毒 把他擋在境外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成功非常大的關鍵 再加上我有私下問了一些 跟陳時中他們疫情指揮中心開會的一些專家 有很多的專業 包括病毒的學者醫生等等 他們都覺得說陳部長 他在主持會議的時候 第一個他重點抓得很快 就是因為這個時候事情很多 他重點可以抓得很好 然後再來呢 他真的是可以聽得進 專家專業的意見 就是說專家覺得說 這個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討論之後 他真的是還蠻 就是說既然你請了專家來開會 因為你知道有些官是這樣 我請了專家來開會 雖然你們叫專家 但是因為我是官嘛 所以最後還是我決定 但是陳部長不會 他就是覺得這個專家意見很好 我們大家就聽專業的意見 所以這裡面很多包含防疫的 你看我們的防疫 其實政策其實一直滾動在檢討 對 那其實很多都是來自於專家意見 跟疫情指揮中心的